都说过抛锚这个词 抛锚最早的意思是把铁锚给投进水中 用来让水面浮动的船只停下来 但是后来汽车发生了故障 如果是不能继续行驶了 就也被称为汽车抛锚了 在开车行驶的过程中 汽车抛锚了可以打急救电话 让修车公司的人来救援 但除了汽车会抛锚 货轮也是会抛锚的 咱这里说的抛锚可不是只把船锚给投入水中 而是轮船真的抛锚了 2700吨重的货轮沉入大海 这要怎么救援呢 看完真佩服工程师的智慧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在进行贸易的时候有三种方式 分别是轮船货车跟飞机 要说到最实惠的方式 那就是用货轮走水路了 因为货轮大多都非常的大 能够装非常多的货物 而且这种走水路的运输方式的代价是最低的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走海路如果平安无事 自然是最便宜的方式 但如果货轮在大海里出现了事故 严重的话是可能沉入大海的 很多人都以为这样就会血本无归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救援的工人可以潜到水底下固定铁链 然后用大型起重设备 把货轮给捞上来 看完不得不佩服工程师的聪明材质 这么多的货轮也能把捞上来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